首相敦马阿迪和公正党主席 纳德西里·安华 20年前的政治恩怨 在509大选之前彻底大反转 在509变迁之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更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安华和敦马 是否会重演1998年决裂的戏码 势必牵动国内政局 有政治工作者和学者就认为 随着政局的演变 政治结构和20年嫌不同 敦马和安华不大可能 重演20年前的交恶历史 但是敦马哈迪是否会遵守承诺 在限期之内把首相棒子交给安华呢 决定权除了在敦马的手上 民意或许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首相敦马哈迪和公正党实权领袖 纠葛20年的政治恩怨 戏剧般的关系演变 一直是外界的焦点 两大巨头20年的恩怨 当真一笔勾销 又或是历史将重演 学者普遍认为 有见于我国的政治大环境 已经有所不同 敦马和安华似乎没有理由 再走回头路 行动党居联国会议员黄书奇 在本土政论杂志 蓝视角的推介讲座上指出 敦马和安华的历史纠葛 可以从三大点 包括结构改变 不同政治行动者的互动 和政治人物的心理层面来剥析 他认为相较20年前 以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版图 如今西蒙四党已经成立了 永续执政的共识 这牵动各成员党领袖的方向和决定 希望联盟必须继续存在 因为如果这个联盟瓦解 这个政府就会瓦解 这个政府瓦解会有什么后果 其实很难想象 它不一定会 整个局面是重新洗台 可能会有新的 我们讲新的政党出现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大家的目标是很一致的 四个政党都希望可以存续 希望联盟是可以存续 而且要能够赢得下一届大选 所以大家的行为反应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认知上面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则是认为 安华是否将顺利接下首相棒子 除了取决于敦马 是否会兑现西蒙协议 民意极大可能是权力转移的因素之一 除了政党里面的博弈 民意 里面的政治的各种各样的交换 交易以外 民意其实也会发挥一个作用 如果两年后三年后 安华的民意声道是下跌的 或者安华本身有出了什么其他重大问题 那民意不认为安华是下一任首相的最理想人选 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以后这个权力的转移 我相信多少还是有他一定的意义 跟角色的 潘永强也认为 敦马是否将遵守协议 将首相棒子交给安华 这不只是可以证明两人已经兵士前嫌 也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理床碑 两年后或者三年后 这个交办或者权力的转移 对于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 政治和解 安华跟马哈迪的政治的和解 或者是马来人政治里面的一个政治和解 因为很多人担心马哈迪主义 或者很多人担心武统2.0 安华接班之后 不一定会摆脱得了马哈迪主义 或者公正党也不一定会 也不一定不可能成为2.0 不可能成为2.0 但是至少说权力有一个断裂 或者权力有一个变化 潘永强指出 一旦敦马促成完美的权力交接 那他的历史地位也会跟着提高 他认为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安华接任首相已逝 似乎暂时不会出现变数 MTV7采访报道 MTV7采访报道 MTV7采访报道